兩位分別是男主角是以白理慾望迷惘獲得 女主角是以穿流之島獲得獎項 兩位現在心情都還好嗎 我很爽 我影片空白 對 我剛才有認真看了一下台北電影節的那個 講座上面寫的是電影兩個字 不知道為什麼就突然很感動 因為一直覺得我在台北電影節或是電影的領域算是一個 心聲吧 對 對我而言我自己覺得還有好多 好多要學甚至要自己克服了解自己的地方 對 這次是第一次拿到有關電影的獎項 嗯哼嗯哼 這心情是特別的不一樣 所以很爽 就是我覺得剛剛有一位班養人講得很好 就是其實就是我們其實都很大家都很優秀 那可以拿獎就是多半還是多了一點幸運 那我會很知足會覺得那個東西會擺在心裡 這不是一個理所當然覺得一定是你的東西 所以再加油再加油 再加油 那你先要再講一下 這次打敗很多敬禮耶 就是得到那個影節的影響 對啊我覺得這次真是不容易 如果確實是我得獎 我覺得也滿有幸運的成分 因為其他的參賽者其實都非常好 那剛剛講到電影 嗯 台北電影節我來參加第一二三 好像第四次 然後這是第二個獎 嗯 第一次是被評 就是我抱的是女主角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我得的是女配角 然後這一次好險也沒什麼意外 就是我並沒有拿女配角回家 很開心啦 就是還好我有準備一些 就是我有先準備獎得獎的感言 不然我猜我現在應該 在台上應該是會一片空白 因為其實我現在已經有點一片空白 對 那兩位有想好等一下怎麼慶祝嗎 喝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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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其實想分享 其實我看到影星我自己也滿感動的 我的第一部戲是跟影星人 當時我記得他跟陳惠霖導演 他們在拍那一部是 與男友的前女友密談 對那時候我只是一個模特兒 在九年前 九年前 我只是一個模特兒的時候 他們選我去參與一個 參與一個小男朋友的角色 那時候就是跟影星對戲 那我想這一切 秀的秀的一生已經九年了 緣分 對然後看到他拿 然後我也拿 然後我就覺得 成為領導演 你看到了嗎 那就是真的希望大家都好 希望大家都好 所以我是你合作過的第一個女演員 如果認真想起來 你應該算是第一個 因為上一個 再上一個的女演員是男生 對我們那一部戲沒有女演員 只有男生是同性戀的片 所以感觸滿深 對 嗯 那剛剛我們都知道 您演技好 那其實您親善也讀業人後 像之前也是為了公益排庭 在那個上台底下發展在 你說前幾天 對 這件事情 就是您是用自己的行動力 去支持這樣子的活動 所以都被大家去激賞了 要不要講一下 我覺得也不是激賞 就是 我覺得因為公益團體 他們還是需要一點人來幫忙 因為他們需要的是曝光 散幕基金會 那我之後還會有一個 逆風少年的公益片 那我覺得希望 如果我真的現在 現在這兩年 有一點名氣了 有一點成就了 我如果也可以去 讓更多人看到這部片的話 我很願意拍這樣 在有限的時間內就是 因為最近你在休息就剛好 那今天也是抱持著 一個來玩的心態 那突然就變得嚴肅了 而且剛開始引言的時候 其實自我自然會很緊張 對 那想請問康仁以後 還會想要再挑戰更多 那種大尺度的劇情嗎 其實我覺得 你覺得呢 我覺得 你好適合喔 可是我一直覺得 我那個不是大尺度 因為我覺得 電影就像是一個生活 是一個夢 那有時候 身體的一部分 我真的很希望我們可以演到 像法國片 像歐洲片那樣 就是 如此的自然 把身體當作表演的一部分 那 當然如果有礙於此度的話 當然小朋友不要看 可是如果 我們的肉體 我們的身心靈 可以待到電影裡面 何嘗不可 對 那下一部應該是金馬了吧 不像 下一部金馬 做什麼 不過我覺得台北電影 覺得我已經很爽了 就有一種 對 就是被 自己人肯定的感覺 就是 就是 我剛剛還不錯喔 就還可以再加油這樣 就很爽了 那有想要挑戰什麼樣的角色嗎 挑戰 沒有 其實我們演員很笨動 真的就是 像明星剛剛得獎說的沒有錯 就是其實我們都是一個很被動的動物 讓別人來挑我們 讓我們去進入那種狀態 甚至被修正 甚至自我檢視 那 真的就是運氣 當然 希望演更多的電影 或是電視劇都好 就是希望更多的表演 可以帶給大家 聽聲音 謝謝